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王瞳 欢迎各位每天收看王瞳的视频 关心全球的重要资讯 掌握台股动向 千万不要忘记 你一定要订阅王瞳的频道 按赞分享 这样子就可以扩大您的荷包 好了 现在我们来开始看这个盘 今天又涨了130点 今天大盘也创新高了 王瞳先前告诉各位的 11500已经达正了 今天正式宣布达正 我在上个礼拜五 在录制广播节目的时候 就告诉各位了 因为在录制的时候三点多 期货一开盘 我们就达正了 所以王瞳帮你研判盘式 都在讲未来 而不是跟你谈过去 那今天呢 你要注意看一下 现在呢 来导播 你看看这边的时间 来照一下这个时间 时间点看到没有 2点17分5的7秒 看到了 为什么告诉各位这个时间 因为上礼拜五 曾经告诉各位 你有来电索取 王瞳会给你一个好看的事 就是会给你今天 王瞳的会员传证稿 那会员传证稿里面都会写了 一两点的秘密 都会告诉你的 那我在这边都不会讲了 那么这个传证稿 现在时间也给你看了 我答应过各位 两点以前我就写好了 现在早就写好了 应该是陆续到你的手中 现在应该到你手上 你看了你就会吃惊了 你看了就会大吓你一跳了 这就是王瞳的时代啊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现在解盘前 再给你看一个重要的新闻 这个新闻呢 你仔细看一下啊 经济学家全都看走眼 彭博说 美国五月就业数据误差 是史上最大 哇 这个最大的是谁讲出来的 都是这些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 那个我也讲过很多遍的嘛 假如经济学家有用 你们做的那些经济模型 有用的话 那我告诉你 全世界都是富翁了 那个王瞳的眼里 这些在王瞳眼里面 我都把他当成屁 因为你根本赚不到 任何一块钱的 就像我讲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以前呢 我也被迫去上课 还有经济学的博士 在上面讲的天花乱坠 下课以后就过来问我说 哎 老哥老哥 请问一下 这个盘会场会跌 我就问他 你不是有很多模型可以算吗 你算的 你们费那么多力量 费那么多力气 费那么多精神 在那里面研究那个数据 然后还要教一堆的人 我告诉你我是被迫来上课的 我不是来凑你的学问来上课的 我都讲白了 那明天会场会跌 下课我来告诉你 这就是王瞳的style 所以王瞳常讲嘛 你去研究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那话讲回来还在研究什么KD啦 RSI啦 MACD啦 那研究的干什么 我不懂研究的干什么 完全没用的嘛 大家看下去 现在全球都在撒钱 谁是老大 谁是老大 这还需要讲吗 美国看到没有 美国 那现在你看点 这是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剧烈 且迅速 与二战后期的衰退性 性质完全不同 我想这个话 我之前就讲过了 两个月前就讲过了啊 就经济层面来说 这是美国从未经历过的情况 也见于当前不确定性巨大 都给你看了啊 最后王瞳明言告诉你一句话 王瞳明言告诉你一句话 在正确的时间 用正确的方法 做正确的事 举例来讲 3月19号就是正确的时间 3月19号正确的时间来了 你要用正确的方法 什么正确的方法 赶快买股票 那买什么呢 就是正确的事 那你那个时候还在讲 我要等拉回 我要等他第二只脚 我要等他下压 我再进 你没发现到现在涨了3000点了 从8523开始到今天为止 3000点了 你看过这个盘了吗 没有吗 那重点来了 我们远的都不用讲了 就讲近点了好了 来看好啊 5月29号礼拜五 10942 10942 我告诉你出现自习量 出现自习量 有没有人解决出来 没有啊 大家完全看不懂啊 什么MSCI 量大部长 然后呢 完蛋了 调降了 外资撤资了 外资大卖台积电了 一堆啊 一堆啊 是不是 那一堆的结果没关系嘛 请问到今天为止是如何 你们这里应该也有眼睛看嘛 王瞳的眼睛没有比你多一个 你两只眼 王瞳也是两只眼 只是我比你多了一个眼睛在这里 这是智慧之眼 你就没有嘛 所以你赚不到钱嘛 大家再看 5月29号礼拜五 下周风云再起 哇这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哦 我长翻天啊 是不是 一个礼拜涨了 540点 今天的不算啊 涨了540点 加上今天的话 涨了600多点 快700点了 今天大部长创新高了 再看下去 6月1号礼拜一 今天涨还会涨 再看 6月2号 卖向11500 当天是11127 11127 我告诉你会卖向11500 今天呢 已经来到11610了 那再看 6月3号 进入高档横盘 再来 6月4号 6月4号涨73点 还要震荡一到两天 那么就看6月5号了 6月5号 好行情天天有 机会又来了 看到没有 行情天天有 机会又来了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写 因为我现在把答案稍微宣布一点给你听好了 因为在6月5号的收盘 现货收盘 黑手多单有调节 但是没有布空 到了夜盘 黑手又开始大量买进多单 也许你认为这是马后炮 没有关系 我只要说我的会员能够赚钱就好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 那你为什么会不知道 因为你不在我的保护伞之内嘛 那当然没有办法 所以礼拜一的盘是什么 一定涨 没有第二句话 一定涨 只是涨多涨少而已 那你看一下 今天王同发的盘序 我给你看一下王同发的盘序 大盘以上涨59点开出 看到了 今天盘是开高会走高创高收红 这句话就够了 今天盘是开高会走高创高收红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目前是资金加基本面走强 是双引擎行情 看到了没有 现在我们的钱够不够啊 钱 台湾的钱是多的不得了 我之前在两个礼拜前都告诉各位一句话 台湾钱淹脚木 现在台湾钱不止淹到脚木 已经淹到膝盖了 那你的脑袋还停留在过去 还停留在马政府时代 不行了 涨太高了要回档了 谁规定涨太高一定要回档 谁规定的 涨太高涨太多 或者涨太多 跌太深 谁规定的 是市场决定 不是你规定也不是我规定 这句话我希望你好好好的思考一下 所以王同常常讲 你的观念一直存在在过去时代 过去主力股的时代 所以才会造成你现在那么混淆嘛 那再进去看下去啊 是双引擎航行情 逢回要承接主流族群 目前大盘没有头部迹象 会采用高姿态整理方式前进 切勿摸头 看到了啊 中线可尚看 对不起 我这里不告诉你 也许说我讲的比较直接了 我先修改一下 我也很想告诉各位 但是问题是 我不讲 反倒是对我的会员 以及对各位会有保障 因为这个是我不要把答案都先给各位看了 如果是你真的很想知道的话 你今天就赶快收看王同的索马影音 在索马影音里面呢 我直接会告诉各位的答案 那索马里面呢 我会讲得很清楚 那我对不起 我在这个地方 我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不是说我不愿意讲 而是我受制于答应别人的事情 我要做到 我想解释应该是很清楚的 所以这个盘会如何 答案是这个盘持续上涨 这个盘持续上涨 当我掀开那个数字给你看的时候 我保证你会吓好几跳 那我在这边呢 要先讲一下 你是我的会员 你已经知道中线上看哪里了 你已经都知道了 这就是我可以提供给你的服务 那中线上看到哪里 那个点一定到 时间 二到三个月 我现在讲得很清楚了 你不要说说我没讲哦 所以你要怎么办 做多 做多 还是做多 千万不要放康 千万不要放空 好了 你现在开始看一下今天这个盘 看清楚啊 最后涨了130点 大盘是11631最高 最高也创新高了 创破坏新高了 6月8号礼拜一 今天叫利多一堆啊 利多一堆啊 多得吓死人啊 就讲2327国据就好了 来看看国据 哎呀 哎呀 抱歉国据 我到现在还没补上 啊 国据今天涨了五块半 那很多人讲 国据礼拜一 不是上礼拜五不是碟吗 对对对不是碟吗 我现在宣布一个答案给你听好了 礼拜上礼拜五是碟 是因为他在讲一些利空的东西给你 利空东西讲出来以后 国据就开始哇哇哇哇哇哇哇 越走越低 结果呢 大家都吓呆了 那到了今天呢 大家都知道国据的利多 哇又开始来了 这是干嘛 人家就是借消息面在洗盘呢 国据上礼拜五假死了一场 假死了一天呢 你们还看不懂就没办法了 再看另外一档个股 3105文贸 今天是没上去的 6488 你再看看环球金 今天涨到17块半 站上400了 看到没有 最高411 站上400了 看到没有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那今天为什么会一直 一而再二三告诉你 今天就是主力正规军 不是主力股 是人气正规军 那现在你看看嘛 人气正规军都开始往上来动 那你说这个盘会涨还是会跌 你用智商想一想吧 刚刚我也讲了嘛 现在呢 前一大堆 前一大堆 全世界都是前一大堆 美国川普也在撒钞票 不是说今天第一次撒 他撒了好几次了 不是说上礼拜五才撒 他撒了好几次了 也撒了好几个月了 对不对 你们还没看懂 还在看税 那台湾有没有钱 台湾的钱 人家都回流到台湾 不知道多少钱呢 520就连破兆了 那520破兆是指台商回流的钱 跟正统外资 跟外资进来钱还不一样的 光是台商回流的钱 就连破兆了 那么再加上正统外资 这些其他的基金进来 那不知道多少钱呢 那我听讲嘛 叫利多一堆 利多一堆会如何 你去看他啊 来来给他看下去 那看看啊 我们就告诉你 峰回作多 只给你四个字了 这一波你看到 从8523 3月19号 8523第一点算 到现在为止 超过3000点的涨幅啊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没 看到了 你们看过了没有 没有 只有谁看过 王瞳 那从这里开始 来来来 从这里开始 哎呀上去了 到这边 不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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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下来 打第二只脚 对 下来一天 哎呦又上 不要追 不要追 等他打第二只脚 对对对 第二只脚要打到这里了 第二只脚要打到这里了 好呦 走走走 盘头要下来 这个盘头下来 是我告诉你的 下到这一天都不下来了 我都给你看过了 3月10 5月18就不下来了 5月18号 王瞳告诉你 曙光乍现了 哇哦哦 上去了 然后我也告诉你 这个叫短头 短头 盘短头是好事 你们到现在为止 还搞不清楚 还在学了一些 没有用的技术分析 我再告诉你一句话 盘大头是坏事 盘小头是好事 从来没学过了嘛 哎呦盘头 啪哦 走哦 杀哦 对吧 杀吧 尽量杀吧 那是你的荷包 不是我的荷包 我只知道 你们杀出去的股票 都被有些人接走了 好了 今天我们来开始 看一件事情啊 我只告诉你 这个盘峰会做多哦 好 我们今天只看一件事情 来来来 看那个 公贺会员 5483中美金涨停板 目前股价创新高 获利中 十股情绪爆 我们买在88.5以下 你看好 88.5以下 有的买88.4 有的买88 有的买87.2 都有 不一定 那给你看一下 5483中美金 今天有没有涨停板 有 收盘有没有涨停板 没有 还差一块半 没有关系 那请问中美金 是不是就我们手上的十股吗 对了 那有没有获利呢 你自己想 你自己想嘛 好不好 那这就是实战 这是让你能够获利 我们讲了很多遍 开大门走大路 光明正大 这样子你就是赚钱的不二法则 今天呢 最后 节目最后的 我还是要送给各位一句话 我希望这句话 你毕生能够用得到 不要再对相信外面那些胡说八道的 看好 王同名言 在正确的时间 用正确的方法 做正确的事 看到了没有 为什么 我再讲白一点 做正确事 什么叫正确事 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回想一下当初 在40年前 40年前 那时候电视机刚刚出来 刚出来电视机的时候 一定是黑白电视机 后来变成彩色电视机 那这个就叫趋势 这个趋势一产生以后 黑白电视机绝对会没落 那我今天是一个生产厂商 我还在生产黑白电视机 那就代表是 你做的不正确的事 这样清楚了没 那现在这个盘是涨 你要做正确事是什么 做多 答案都告诉你了 还有呢 跟着王同 好 今天就帮你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岸边看海 波涛汹涌 高空看海 可见惊来 古海茫茫 唯一明灯 王者至尊 王同老师 善于解读主力筹码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 深准惊人 个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兴衰 波段 断线 无往不利 唯有王同带您走向 财富的康庄大道 速播至尊专线 02-6630-3221 6630-3222 华冠头顾登记104 金馆证字第009号